港股在農年首个交易日 红盘高开超过300点 港交所主席夏佳里 在新春开市仪式上说 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但预料農年香港面对很多挑战 对前景保持审慎乐观 夏佳里说 过去10年 香港的角色是向国际市场 介绍到内地投资 未来5-10年 就会介绍内地的投资者 到国际市场投资 又预计農年更多民企来香港上市 但却没有正面回应 今年能不能蟬乱全球新股 上市集资最多的地位 香港欢迎电视记者 郭穎斯报道